天父的管教 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 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 这是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来讲的信息 如果你问我现在相信恩典的福音 那上帝到底还会不会管教我们 如果你问这个问题答案是肯定的 圣经讲得很清楚 神会管教你的 所以在恩典之下有没有管教呢 跟我说有管教 神一定会管教我 因为我是神所爱的 这里你看第六节说 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他管教你的目的是他爱你 你是他所最爱的 你是他的儿女 所以他一定会管教你 阿们 阿们吗 如果我回到家 然后在我家的路边 我看见一群孩子在那里说脏话 骂人 对不对 在那里这样的一个表现 刚好我看到我的女儿也在中间 你知道这个时候 我会把我的女儿拉出来 我要把她带回家 我要管教她 但是其他的孩子我不会管她的 因为跟我没有关系 我自己的孩子 我一定要管教她 因为你是神所最爱的 你是神的儿女 所以他一定会管教你的 阿们吗 管教你是使你得益处 管教你是为了让你提升 管教你是你能够承担更大的祝福 所以你问说恩典福音讲不讲管教 讲啊 圣经讲的我们都讲 哈利路亚 那重点是对管教的定义 在过去很多时候是被误解的 其实在我过去的信仰观念当中 我自己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误解 包括到今天为止 很多传道人在讲台上 讲到神的管教 其实都是在乱讲 带给人的是恐惧 是惧怕 我再说一次 上帝一定会管教他所爱的儿女 但上帝管教的方式 他绝对不会借着疾病 意外 灾难 死亡 来管教他的儿女 管教是为了让你得益处 可是你得了绝症 你最后都死了 那管教就没有意义了 我们常常在基督教的圈子里 尤其是特别那些传统 或者说在律法之下的 那种观念下的教会 你知道很多传道人常常会说 某某人得了绝症 是因为上帝要管教他 你常常会听到这些话语 可是这个人过了没多久 就去世了 可是圣经告诉我们 管教我们是叫我们得益处 他都已经管教到上天堂了 你说还有什么益处可言 他常常会说 哇神让他得绝症 是神要让他忍耐谦卑 可是问题是他最后都死了 天堂上不需要再学忍耐谦卑了 很显然他得的这个疾病 不是神的管教 很多时候对神的管教 我们是有错误的认知的 当我们听到说某某信徒 出了很严重的车祸的时候 常常有时候有人会说 哇他到底做了什么事 上帝这么严重地管教他 我们常常会听到这些 当灾难发生的时候 哇神要管教这个地方的人 今天我要让你知道 好不好 请跟我再说一次 一起说 神一定会管教他所爱的儿女 但绝不会借着疾病意外 灾难死亡悲剧 来管教他的儿女 绝对不会 一定要搞清楚好不好 神是会管教你的 那讲到管教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放一下那个PPT 一讲到管教 我们马上想到的就是上帝的惩罚 惩治 可是在希腊原文里面来看 管教希腊原文 他不是惩罚 注意哦 我们新约读到的圣经 这个地方的管教是希腊原文 是希腊原文翻译过来的 新约圣经 旧约是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 所以希腊原文 它是最精准的表达 因为在我们的观念里面 有时候一提到管教 我们就想到的就是生病 一提到管教 想到的就是意外 死亡悲剧 我们对管教这个词是有负面的定义 事实上在希腊原文里面 管教的意思是这个词 注意哦 这个词的意思是训练孩童的意思 跟我说训练孩童的意思 所以上帝一定会管教你 就是上帝一定会训练你 训练孩童 教导孩童 导正孩童 阿们 那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二章 再来看第五节 第六节 我们现在来看第七节 就算你不知道希腊原文 没有问题 你还是可以从上下文 从经文里面推论出这个道理 我们来看第七节 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 但你们如同带儿子 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 你从下一节经文第七节这里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因为神把我们当儿子一样教养 就像父亲对待儿子 所以圣经新约讲到管教 它指的是训练儿童 请跟我说训练儿童 所以今天的信息对你很重要 我会让你知道几个方面 在恩典之下 神会不会管教他的儿女 会 一定会 那在恩典之下 神会用什么方式来管教他的儿女 这个你需要明白的 神一定会纠正你的 阿们 那但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根基 在恩典之下 新约 跟我说新约 神绝对不会借着天灾 人祸 意外 死亡 悲剧来惩罚他的儿女 激活他犯了罪 神也不会这么做 因为他的罪在十字架上 耶稣已经为他被惩罚了 哈雷罗亚 阿们 这是新约 那在旧约呢 有惩罚的 我们来看 历维记二十六章二十八节 我们来看 解经一定要新约和旧约弄清楚 明白吗 解经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 旧约服从新约 它两者是不一样的 不能随便乱套 因为中间有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所成的工作 有这个基础 OK 今天你是在十字架的根基上 旧约的人没有一位救主 替他死在十字架上 今天你有耶稣 成为你替罪的羔羊 已经为了你 在十字架上被惩罚 被审判 被神击打苦待了 他无罪的 代替你的罪 被惩罚 你本来是有罪的 你领受他的公义 被神祝福 哈雷罗亚 这就是福音 Gospol 好消息 阿们 那来看旧约 历维记二十六章二十八节 我们来看 上帝说 我就要发烈怒 行事与他们反对 在旧约之下 神会对他的百姓 发烈怒的 但是在新约 你找不到 神对信徒 发怒的经文 有人说 耶稣都生气 责备那些人 注意哦 耶稣从来没有 对那些罪人 瑞利 妓女 发怒 从来没有咒诅他们 耶稣对他们 发怒的那些人 是法利赛人 自义的人 拒绝耶稣恩典的人 阿们 在新约圣经 你找不到一节经文 对于信徒 请注意上下文 我指的是信徒 神要惩罚 神的裂怒 要临到他们 你找不到这样的经文 你发现上下文 有一些在讲 那些悖逆的犹太人 有一些在讲 拒绝福音 拒绝耶稣的人 因为信徒 如今在基督里 已经不被定罪了 你是在基督里 跟我说在基督里 再说一次 去掉这几个字 就不对了 一定要在基督里 每当你读到 新约经文 讲到什么好处 什么祝福 前面都是在基督里 这个都是跟你有关系的 你我今天 在耶稣的基督里 哈雷罗亚 你我在陶城里 你我在方舟里 旧约的陶城也好 方舟也好 就是新约的基督里 哈雷罗亚 在教会里 阿们 好在旧约 你可以读到很多上帝 对他的百姓 发怒的经文 这里说 我就要发烈怒 行事与你们反对 又因你们的罪 惩罚你们 七次 哇 这是旧约的经文 所以你看到旧约的 以色列百姓 因为拜偶像 因为拜巴黎 你看到他们遭受 很多的苦难 对不对 被掳到亚述 被掳到巴比伦 对不对 家破人亡 对不对 十篇有一节经文说 拿你的孩童 婴孩扔在磐石上 你知道那些亚述 那些巴比伦 来的时候 烧杀裸掠 对不对 甚至把小婴孩 拿过来 把孕妇的肚子剥开 把孩子拿出来 丢在磐石上 这些都是他们的 罪带来的惩罚 在旧约之下 真的是这样 很庆幸 你生活在 两千年之后了 哈雷罗亚 那这个是真实的 OK 但今天很多时候 恩典福音被误解 是新旧约不分 恩典律法不分 随便拿律法之下的 一节经文 就扣在信徒的身上 如果这个是真的 那么耶稣就白死了 他就不需要了 你就直接活 那个律法就行了 你做得好就祝福你 做得不好就惩罚你 那福音的意义何在 耶稣十字架上 所成之功 到底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用呢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在旧约之下 确实是如此的 那今天新约 不一样在哪里 来看以色亚书五十三章 先来看第四节到第八节 以色亚书五十三章 是预言弥赛亚 耶稣基督 有一天来的时候 他所做的一切 这是五十三章所记载的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 被神击打苦难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耶稣是因为我们的过犯 他才受害的 耶稣是因为我们的罪孽 才被神压伤 才被神烈怒的火 焚烧的 是因为我们的罪孽 不是他的罪 因为神把你我的罪 转移到了耶稣的身上 然后下面继续看下来 就很多了 就讲到耶稣为我们的罪 在十字架上 他要承受这一切 罪和罪的后果 都要归在耶稣的身上 那五十三章的 下一章就是五十四章 来看第九节 第十节 第十一节 当耶稣在十字架上 成就了这一切之后 这个救恩做成了 这个福音 好消息临到了 然后第九节说 这事指的是什么 上一章五十三章 耶稣担当你的罪 所受的这一切 指的是这个事件 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件 这是在我好像挪牙的洪水 我怎样启示 不再使挪牙的洪水漫过遍地 我也照样启示 不再向你发怒 也不斥责你 上帝不再向你发怒 也不斥责你 因为耶稣已经承担了 在法律上叫做 一罪不恶罚 同罪不恶神 所以今天在基督里 神不能定你的罪 注意哦 今天神不惩罚你 神不定你的罪 不是因为神的标准放宽了 不是因为神对你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很多人听恩典 其实没听明白 恩典嘛 就是你们教会很宽松嘛 怎么弄都可以嘛 你没听明白 你还是没懂 今天神不定你的罪 不是因为你没罪 首先 所以很多人误以为说 讲恩典是不是说 我们今天都没罪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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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仍然会犯罪 所以神不定你的罪 不是因为你没罪 神不定你的罪 也不是因为神放宽了标准 旧约嘛 神很严厉很严厉 很严肃的语文老师 办主任 到了新约呢 神就变成一个老头 然后你家的老爷爷 什么都可以啊 孙子撒尿撒在他腿上 也没问题 很多人就以为 旧约神很严厉嘛 新约呢 神就随便了 放宽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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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过去现在将来都没有变 他公义圣洁的标准没有变 那神为什么不定你的罪 为什么在旧约神惩罚那些人 可是在新约 为什么神不惩罚你 因为中间有耶稣啊 他是你的宗宝啊 耶稣已经为了你的罪被惩罚了 所以今天神不定你的罪 不惩罚你 不是因为神的慈爱怜悯啊 而是因为神的公义啊 他不可以定你的罪啊 Hallelujah 阿们 这是他的原则 因为耶稣已成了这一切 Hallelujah 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在基督里 他不再向你发怒 他也不斥责你 圣经说的 大伤可以挪开 小伤可以迁移 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 平安的约也不迁移 所以今天对于你 只有慈爱 只有平安 只有恩典 新约下的你 只有慈爱 只有平安 只有恩典 没有惩罚 阿们吗 来看罗马书五章第九节 非常清楚 现在我们靠着他的血 称义耶稣 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 神是圣洁的 只要有罪 罪一定要被惩罚 但今天 我们还会犯罪 我们会做错事 我们会软弱 我们常常亏欠 神不惩罚你了 因为耶稣的血 当神看见耶稣的血的时候 他就不能够惩罚你 因为借着他的血 已经免去了神的愤怒 所以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 这些都是根基性的教导 你需要一直听的 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 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 坦然无惧 今天一个信徒来到神的面前 一定是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 你接受的教导对不对 就看你有没有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 新约之下 我们对神的敬畏 是因为尊敬 爱戴 敬拜主 旧约之下是恐惧 因为搞不好会死在他的面前 这是在旧约 所以今天因为耶稣 坦然无惧的 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 也讲到说什么 我们只管坦然无惧 没有说战战兢兢 没有说惧怕 坦然无惧 因为耶稣的救赎 坦然无惧 阿们 哈利路亚 所以这个根基是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你一定要知道 神不再用 不再因为你的罪 用疾病意外灾难死亡悲剧来惩罚你 不再 因为你在新约 在恩典之下 因为你在基督里 耶稣是你的宗宝 阿们 所以神管教的方式 不再借着这个 再来看 路加福音十一章第十三节 因为今天神是你的天父 他对你的爱 远远高过地上父母对儿女的爱 我们来看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天父 注意哦 你要想知道这位天父 今天对你的心意是什么 最好的模板 是拿地上的父母 对儿女的态度 因为人性很多东西 因为人是上帝创造的 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来造人 其实你知道吗 世界上 我认为除了上帝的爱之外 唯一稍微能拿得出手的 就是父母对儿女的爱 当然当然 远远没有办法比较的 因为人毕竟是人 堕落的人总是还会有自私 还会有瑕疵的 但只能说 父母对儿女的爱 相对来说是 最接近天父 对我们的爱 只能说最接近了 你知道父母对儿女的爱是什么 更何况天父 我举一个例子好不好 我现在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我也会管教孩子 有时候也会 给他打一下他的小手 但我拿出东西打他之前 我都会先试一下 这力道怎么样 别把他的手打断了 我会有一个考量 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好吗 做父母的 你会让自己的儿子 身患绝症来教导他 学习谦卑忍耐吗 不会吧 如果你的孩子生病 甚至父母都有这样的心态 巴布的这个病 生在自己的身上 也不要生在儿女的身上 这是普遍 所以当你生病的时候 你怎么会说 天父喜欢你生病 天父比你更难受 他更关心你 阿们 好 你知道小孩子小的时候 是喜欢玩火柴 对不对 以前嘛 对不对 那会不会有家长说 你过来 你玩火柴是吧 为了教导他 玩火柴很危险 然后把家里的煤气炉打开 打开 你过来过来 拿着他的小手 放在这个煤气炉上烤 一会儿就烤焦了 孩子哭得眼泪 眼睛都快要掉出来了 然后你会对他说 你知道吗 爸爸非常爱你 为了让你好好学习 从此不再玩火柴 爸爸要教导你一下 会不会这样子做 如果有这样的父亲或者母亲 就是变态的 他应该要送到一个精神病院里 他是虐待狂 他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性 对不对 还有比如说 小孩子喜欢在马路边玩嘛 对不对 喜欢到处乱跑 父母会不会说 为了要教导孩子 不要在马路边玩 因为在马路边玩太危险了 然后会做一件事 女儿啊 你过来 你现在躺在这个地上 躺好啊 爸爸现在倒车 退过来 后面的轮胎 卡 压到他的腿 把他的腿压断 然后小孩子哭得已经晕过去了 这个时候他会不会对他说 爸爸太爱你了 为了告诫你在路边玩耍很不安全 所以爸爸先要教导你这个功课 管教你 会不会有这样的父亲 他应该要被关起来 对不对 你知道吗 地上的父母 绝对不会用天灾 人祸 意外 来对待自己的儿女 何况 天上的这位父亲 他爱我们 爱到一个地步 耶稣都为我们 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真理能够让你得以自由 那么我也可以说 谎言会让你活在捆绑里面 如果正确的信念 会让你领受神的祝福 那么错误的相信 就会吸引仇敌魔鬼 在你生命当中有机可乘 错误的信念 错误的观点 就会让魔鬼留地步 如果你里面一直有个错误的观念 神会管教我的 神会管教我的 我会生病的 神会管教我的 我最新教会我去的很少 神会管教我的 一定会管教我的 他会打断我的腿的 我会出事的 我真的又背逆他了 我又又怎么了 如果你的观念 是这样的一个观念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跟你说 你就会吸引仇敌 给魔鬼留地步了 你明白吗 所以正确的信念是很重要 好不好 到这里为止 神会不会管教我们 神会管教我们 但首先绝对不会 借着疾病意外灾难死亡 来惩罚你 绝对不会 几乎你犯了罪也不会 告诉你 我再说一次 我们不应该犯罪 恩典是教导你胜过罪 我们要行事为人 与所蒙的恩兆相称 我们要活出神 召我们的那个形象 来荣耀他 这一点 我们都是阿门的 但是你知道吗 几乎你犯了罪 上帝也不会借着疾病 灾难 死亡来惩罚你 不会 百分之一百不会 你越知道这个 你也不会去犯罪 哈雷路亚 为什么 这是真理 它是就是 它不是就是 它没有磨灵两可 好吧 那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 第五节到第十一节 这段关于讲到管教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看下来 非常重要 OK 好 第五节 你们又忘了 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说 我不可轻看主的管教 被他责备的时候 灰心 第六节 第七节 我们已经讲过 管教在希腊原文是训练孩子 因为你是神所爱的 他一定会训练你的 然后来看第八节 管教原是种子所供受的 你们若不受管教 就是狮子 不是儿子 所以答案很肯定 因为你是神所爱的 管教一定会领到你的 阿们 第九节 再者 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 我们尚且敬重他 何况忘灵的父 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身吗 这些经文很重要 希腊文正确的翻译 深深的父 他指的是什么 肉身的父亲 请跟我说肉身的父亲 注意哦 这里讲到你肉身的父亲 和属灵的这位天父的父亲 两个不一样 那请听好 深深的父就是我们肉身的父亲 他管教你哪个方面 生活 在地上的肉身的事 忘灵的父 第九节 他指的是什么 属灵的父亲 灵性的父亲 所以肉身的 我们活在世界上 我们肉身的父母 他管教你 行事为人 从小做事品格 对不对 甚至筷子怎么拿 去客人家 应该要怎么做 该怎么礼貌 该怎么说话 对不对 他是教导你世界上的事情 活在肉身 世上的事 父母会不会教导你 我到今天为止 我吃饭 基本上不会留饭在碗里的 小时候被教导 还有大人没有做好 小孩子不可以拿起筷子 咔咔咔咔咔咔 家教还是比较严的 还有吃饭夹菜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不习惯用公筷 对不对 筷子上不可以留有米饭的 你这么刀腾倒了 我才不要吃了 客人的 对吧 这些都是什么 肉身的父母 教你的 对不对 讲话也好 行事为人也好 所以请听好 请听好 肉身的父母教你什么事 肉身的事 地上的事 那属灵的父亲 灵性的父亲 会教你什么事 属灵的事 所以今天神会不会管教我们 会 他会怎么管教我们 如何管教我们 管教你什么部分 你的灵性 属灵上 所以神不会借着你生病啊 然后被车撞啊 腿断啊 然后来管教你 不会让你的肉身受到这些东西的 他是在灵性 属灵上来纠正你 然后这里说 岂不更当顺服他 得生 得生指的是什么 就是产生更多的生命啊 就是让你的生命被提升啊 让你更加丰盛的 你的灵性 OK吗 第十节 深深的父都是 占水几亿管教我们 唯有万灵的父 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 注意 上帝管教你的目的是什么 要你得益处 可是你都被车撞死了 请问一下 还有益处吗 都得绝症 离开世界了 请问一下 还有益处吗 所以那个是谎言 OK 管教的目的是什么 让你得益处 你的痛不欲生 还有什么益处可言 没有了嘛 对不对 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注意 管教你 不是为了让你得到圣洁 而是让你在圣洁上有份 有什么区别 你知道吗 首先在基督里 你应该相信 你已经得到了公义 你是公义的 你是圣洁的 阿们 那在圣洁上有份呢 它指的是你的品格 所以神管教你 塑造你 让你在品格 品行上 接近神的圣洁公义 跟神一样 所以等一下我会告诉你的 他一定会管教你 就是纠正你 塑造你 教导你 教训你 让你更加地 活出那个像神 在神的圣洁上有份 阿们 我相信我们教会传讲 所赐之意已经很清楚了 这一点上 我相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好 那十一节 凡管教的是 当时不觉得快乐 凡觉得愁苦 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 结出平安的果子 就是义 那管教最终是 带出果效 义的果效 就是让你更加地正确 像神 可是都已经被车撞死了 请问一下 还有什么果效 所以那个不是的 好不好 千万就准备 你明白吗 所以圣经到这里为止 非常清楚 那管教是为了 让我们得好处 得益处 管教是为了 让我们在神的圣洁上 有份 指的是让我们在品行上 让我们更加地 像这位神 不是为了得到圣洁 在基督里你已经是圣洁公义的 而是让你在你的品行上 更加地被塑造 有神的品行 有神的圣洁 有神的义 阿们 所以 神 那有人说牧师 那神到底用什么来管教我们呢 重点 其实 信心话语 和恩典福音 首先 第一点 他们是一样的 其实甘金信牧师的教导 他也认为管教 不是天灾人祸意外疾病 恩典的 我们更加相信 因为圣经恩典的 把真理已经显明得更透了 我们很清楚 这个信仰的根基 他们 就是说信心话语 也是相信 其实我们恩典的 也非常相信 管教的第一个方法 是借着什么 跟我说 神的话语 再说一次 神的话语 提摩带后书第三章 十六节到十七节 就是借着圣经神的话语 来教导你 教训你 训练你 所以感谢主 恭贵雷啊 每周都被管教了 有时候小祖还被管教了 对不对 有管教啊 你怎么会没管教 你一直被管教 来看啊 十六节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与教训 看到没有 神的话语经常会什么 教训你 都者使人归正 教导人 学义 注意哦 是学义 在基督里 你已经领受了 所赐之意 但是你的品行 你的行事为人 是需要被教导 活出正确的 阿们 都是有意的 叫属神的人 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所以首先圣经 神的话语 一直在训练你 教训你 教导你 教导你 牧师也借着这个 恩典的福音 一直在教训你 今天在基督里 你是谁 今天你的思想 要跟神的话语对齐 今天你要牢牢地聚焦 在耶稣身上 今天你要知道 耶稣如何 你也如何 今天你要知道 在基督里 你是父主的 今天也知道 你在基督里 已经被饶恕了 所以你会饶恕 所有的人 因为你领受神的爱 所以你会爱所有的人 其实一直在教导你 你知道吗 一直在训练你 训练你好让你成长 训练你 让你活出来 训练你 让你更像耶稣 哈雷罗亚 阿们 所以有管教的 首先有管教 你在一直被管教 哈雷罗亚 每周管教 哈雷罗亚 阿们吗 那再来看诗篇 九十四篇第十二节 耶和华 你所管教 用律法所教训的人 是有福的 在旧约律法之下 他们的圣经是摩西五经 旧约的人只有摩西五经 所以你知道吗 在旧约 他们神的话语就比较局限 就只是摩西的律法 今天你在信约 整本圣经 正确地理解整本圣经 在福音的基础上 理解整本圣经 这是最纯正的 理解神的心意的方法 圣经是一个整体 你不可以断章取义 你要弄清楚 整本圣经在教导你什么 什么是核心 什么是根基 所以今天我们有的是 这个律法 我们可以代表的是什么 整个圣经神的话语 今天你不在那个律法之下了 律法是指向基督的 要引出基督 今天是你在恩典了 这本圣经 从恩典的眼光 所有的话语 都是在教训你 都是神在管教你 要你干什么 要你成为有福的人 哈雷路亚 阿们 阿们吗 那这是信心话语和恩典 我们都是共同认为的 就是神的话语 是他管教你的第一个方法 那下面问题来了 很多基督徒 根本不读圣经 他也不聚会 他连录音都不听 那怎么管教他 教不了了 问题是人家不聚会 你这一周来一次 你最起码 你这一个月来两次 牧师还能管教你两回 问题是你不来啊 这一年都来不了一回 这怎么管教 那这种信徒该怎么办呢 他还不听到 他还不读经 对吧 他还不学习 他还不聚会 你拿他没办法 你怎么用神的话语来管教他 好你们想想看 咋办 也不会用疾病和灾难的 绝对不会啊 那第二个管教的方法 其实圣经里也讲得很清楚 跟我说透过环境 一起说透过环境 再说一次透过环境 神会透过环境 让你学到功课和教导的 我在圣经里面看一个例子 先来看一个例子 我们来看一个人很有名 创世纪27章19节 我要来讲雅各 杰各 雅各你知道是一个很诡诈的人 首先他是不是神所拣选的 是 是不是神所爱的 是 他还不在律法之下 他在律法之前 他是属于良心时代 雅各是神所爱的 是神所拣选的 是神将要祝福的 这个都没有问题 所以你是神所爱的 你是在恩典之下的 你是神要祝福的 你是神所拣选的 我们每个人都是 阿们 但是雅各你知道 在品行上有什么问题 这个人有什么问题 非常诡诈 很会欺骗 诡计 多端 不是所有领受恩典的人 人品都棒棒的 除了咱们例外 哈 哈利路亚 棒棒的 看视频的人 你是棒棒的 这个是需要塑造的 需要塑造的 那雅各就是喜欢诡计 自以为聪明 对不对 要用人的方法 人的手段 他不要依靠神 不要跟随神 他要自己 自己来达到他想要的 甚至是不择手段 所以你知道吗 以撒在年老的时候 他要为两个儿子祝福 其实长子是以扫 赤子是雅各 在旧约 父亲要为儿子祝福的时候 那个最大的祝福 是领到长子的 其实雅各 如果他会依靠神 和仰望神 他不用担心的 人是改变不了 神的祝福的 他只要跟随神就可以 神有千万种 祝福他的方法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人 比较自以为是 他就用人的方法 他就撒了一个谎 对不对 因为父亲眼睛 看不见了嘛 然后呢 他就擦上香水 穿上哥哥的衣服 然后撒一只羊羔 做成美味 就来骗父亲 来看十九节 雅各对他父亲说 我是你的长子 以扫 他在欺骗 他是雅各 他冒充 我已照你所吩咐我的行了 撒谎 请起来坐着 吃我的野味 好给我祝福 他在用人的方法 用诡计 诡诈 来骗取祝福 好 他这样子做 但上帝没有让他 经历天灾人祸 也没有让他 得什么肝癌死掉 神没有这样子对他 但神爱他 神一定会教导他 一定会塑造他 来看很多年之后 他就要逃跑了 逃到了拉班的家里 来看 有一天 我们来看圣经 29章 创世纪 29章 25节 他在拉班的家中 看上了拉班的小女儿 雷九 他看上了拉结 没清目秀 非常好看 他喜欢这个 所以他为了拉结 要服侍拉班 结果在洞房花竹叶 这个年轻人太着急了 哗哗哗哗 蜡烛灯一吹 就不管了 太急了 所以这些都是被拉班料到的 他用诡诈来骗他的哥哥 结果上帝就借着拉班他的舅舅 更诡诈来骗他 以奇人之道 还至奇人之身 来看 那一天晚上就稀里糊涂的过去了 到了早晨 雅各一看是丽亚 就对拉班说 你向我做的是什么 被调包了 你向我做的是什么 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 你为什么欺哄我 所以我只是举一个例子 雅各的一生 其实走了很多冤枉路 也吃了很多的苦 其实虽然他是神所爱的 虽然是神所拣选的 虽然是神所命定要祝福于他的 但他一直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神就借着环境一直在塑造他 然后你发现很有意思 雅各起先的名字叫雅各是因为抓的意思 抓 可是这个人借着神给他的环境的塑造和功课学习 你知道到了年纪老迈的时候 最后约瑟在埃及做宰相了 对不对 约瑟引这个雅各来见法老的时候 雅各把手拿出来是为法老祝福 你看到没有 起先是抓 最后变成了手掌来祝福他 因为环境的塑造 神会借着环境塑造你的 所以我跟你说 如果你做人不诚实 你迟早会吃亏的 到最后你会发现很多事会把你显露出来 真的丁公子妹 我其实在教会服饰这么多年 不能说 不能说自己人品好与不好吧 反正很多时候也为自己的不成熟来买单 其实 我自己很深地经历到 真的是说 很多时候你在用自己的聪明 你耍点小手段 玩点小诡诈 你到最后你知道 关键时候你有一天会吃大亏的 就因为这个东西会让你吃亏的 所以今天基督徒 神一定会管教你 为什么呢 你知道吗 管教是为了让神更大的祝福领导你 我再说一次 在神赐给你更大的祝福之前 神必须确定你的品格 已经通过考验 你是安全的 原话是来自于平岳社牧师 我是翻译成中文 讲恩典的牧师 他也是非常认为 上帝会塑造你的 一定会塑造你的 会让你学一些功课的 今天在职场上也一样 你领受恩典 对 你被神所爱 对 你不定罪 对 这些全对 神要命定赐福于你 提升你 全对 与双手赞成 阿们 但是 如果 你诡诈 如果你 你这个 左右逢源 或者说 耍点小聪明 在人前讲人话 鬼前讲鬼话 不诚信 不诚实 表面敷衍一下 你很多方面都是 跟这个人讲讲 这个人不好 跟那个人讲讲 那个人不好 好像所有人都喜欢你 到最后 所有人都发现 没有人喜欢你 所有人都离开你的 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你知道吗 今天牧师要告诉你 因为神爱你 他一定会 让这一切 显露出来的 你会吃苦头的 一定 百分之一百 非常感谢上帝 做传道人也是一样 品行会决定 你能走多远 天赋决定你的上限 品行决定你能走多远 能不能达到那个限 非常重要 其实这些年 我自己也是在学习的 学到很多 所以我建立教会 我坦诚说 我对童工都是非常好的 我没有什么隐瞒 我就跟你直接说 我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不要玩手段 和玩诡诈 因为我经历过那种东西 最后神会把它除掉的 你只有诚实正直地 来面对神 你走到哪里都会很痛 千万不要走捷径 千万不要投机取巧 神一定会塑造你的 这些年 我在教会圈子里面也发现 嘴巴像抹了油一样 不是被恩高的口才 别误会啊 那种嘴巴 耍一点小聪明 到处散步纷争 讲讲这个人不好 讲讲那个人不好 到最后很吃亏的 非常吃亏 一定这个只会抱不住火 为什么 神就会让他显露出来 神就会要来塑造你 让你吃到苦头 让你学这个功课 所以神一定会 因为他爱你 他要祝福你 所以你必须要有足够的品行 来承受神更大的祝福 所以神会管教你 第二个神是借着环境 有时候你明显感觉到 比如说你的脾气很暴躁 你兴致太急了 结果你那一天早上 一开车出来 发现前面的人 慢慢吞吞 归宿行驶 你使劲地按喇叭 然后生气 差一点破口大骂 过了这个之后 开到前面 没过几个红绿灯 又发现一个红绿灯了 还不走 又归宿行驶 你会发现 这一天当中 都是这样的人 出现在你的旁边 你一定要明白 这是神在塑造你的耐性了 恩典是够你用的 神在塑造你了 这就是在管教你了 在婚姻当中也是一样 在家庭中也是一样 在教会中也是一样 神把你放在这个环境 就是要塑造你生命中的一些东西 让你显露出来 我再说一次 不是让你生病 而是让你经历这种摩擦 铁磨铁磨出刃来 阿们吗 神一定会允许的 其实有时候你知道吗 这样的一个环境 暴露了你的一些缺点 你的忍耐在哪里 你的谦卑在哪里 你的耐心在哪里 你的爱在哪里 环境全部把你显露出来 此处要有掌声 阿们 哈雷路亚 阿们 非常重要 反正我就跟你这样讲吧 我自己没有办法具体地说什么 反正这些年我就这么经历吧 回过头来看看 原来神都是要挪去 我生命中的那些不好的东西 那个环境 这个环境 那个环境 挪去 我最后只得出一个结论 不要用人的东西 你就仰望耶稣 他提升你 谁都代替不了你 他把你降杯 你就不要想着自己 靠自己提升了 你要在神的旨意中 没有任何人事物能够越过你的神 在职场里面的弟兄姊妹 我再说一次 神是你最大的老板 神是你最高的上司 没有任何人事物 能够阻挡 上帝要给你的祝福和提升 所以你一定要 在神的旨意 在神的心意里面 哈雷路亚 阿们 非常重要 那我讲到这边的时候 有人可能会提 其实我曾经有讲过一次 有人说牧师 那新约的信徒 怎么背十字架呢 你知道何弟兄那天还跟我说 他去跟一个人交通 那个人问他说 你们就会 讲不讲这个背十字架的 其实你知道吗 很多人对背十字架有一个误解 以为十字架的路 背十字架就是生病 贫穷 痛苦 痛不欲生 其实你知道吗 什么叫背十字架 我今天告诉你 在新约四福音 有三个地方 四福音四卷书 有三卷都讲到 基督徒要背起十字架 跟随主 阿们吗 有三处都讲到 那现在我要让你来看一下 这三处到底在讲什么 来看一下上下文 不要乱解经 来看第一处经文 马太十六章二十四节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这是第一处 马太提到 背十字架来跟从主 那什么叫做真正的背十字架 来看上下文 现在从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 耶稣才指示门徒 他必须向耶路撒冷去受 长老 祭司长 文士许多的苦 并且被杀 第三日复活 彼得拉住他说 主啊 万不可如此 这时必不领导你 耶稣说 彼得撒旦推我后去 然后二十四节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 二十五节 因为凡为我救自己生命的上吊 凡为我上吊生命的 必得到生命 其实上下文背十字架 在讲什么 为义受逼迫 为义受逼迫 这个受苦是为义受逼迫 所以当你成为基督徒 很多人不理解你 很多人嘲笑你 你在背十字架 当你领受恩典 人家骂你异端 你在背十字架 那这是一处啊 如果你一处经文 不能建立教义 那再来看第二处 对不对 至少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 圣经说的第二处 马可第八章 马可第八章 三十四到三十五节 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 对他们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 再次讲到背十字架 来看三十五节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上吊生命 凡为我和福音 上吊生命的 必救了生命 又在讲 为福音和耶稣的缘故 为义受逼迫 在初代教会 可能是要被杀头的 今天在阿拉伯世界 回教国家 信仰耶稣也要被干掉 那今天 今天在我们 信仰自由的情况下 没人干掉你 但是总是有人 嘲笑你辱骂你 丈夫不理解 朋友不理解 你在为福音 受苦 受逼迫 这叫背十字架 第二处经文 如果还不够 第三处经文 来看路加第九章 二十一到二十四节 耶稣切切地吩咐他们说 不可将这事告诉人 又说人子必须受 许多的苦 被长老 祭司 长 人士 弃绝 并且被杀 第三人复活 二十三节 耶稣又对众人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 必上吊生命 凡为我上吊生命 必救了生命 上下吊 又在讲 为福音的缘故 为异兽逼迫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 意思是说 你要每天 有心理准备 因为你相信福音 因为你相信耶稣 有人会骂你 辱骂你 攻击你 所以 新约的信徒 有没有背十字架 有 不是做一个木头 今天挂在你的肩膀上 也不是让你 生个什么绝症 让你痛不欲生 好 让你谦卑 背十字架 荒谬 那是魔鬼的谎言 今天新约的信徒 我们要有心理准备 天天背十字架 圣经说的 那指的是什么 为义受逼迫 马太 我们来看 马太五章十节到十二节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因我的名 辱骂你们 逼迫你们 捏着各样坏话 毁谤你们 你们是有福的 应当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 是大的 所以 我再说一次 在新约 唯一的一个苦 是我们要面对的 是神所命定的 就是为福音 为信仰 可能会为义 受逼迫 其他的天灾人祸意外 那不是来自于这位神 盗贼来是偷窃 杀害毁坏 耶稣来是要叫羊 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阿们 最后我要讲的是 有人说牧师 那你来解释一下 保罗身上的赤 是什么意思 哥林的后书十二章 第七节到第九节 又因我所得的 启示甚大 就过于至高 因所以有一根赤 架在我肉体上 就是撒旦的差异 要攻击我 免得我过于至高 保罗身上有一根赤 很多人以为 这一根赤 就是保罗生什么病 被神管教 注意圣经讲得很清楚 保罗都解释了 这根赤是什么 撒旦的差异 某一个人 被撒旦利用 一直要攻击他 保罗走到哪里 都有人来毁谤他 保罗走到哪里 有人就说他不对 你也找各样坏话 这是神允许的 保罗他祷告说 叫这次离开 然后神对他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 这个是为了让保罗千倍 免得他的歧视甚大 他指的是人 对他的毁谤和攻击 是人对他的搅扰 不是指的他生什么病 神让他谦卑一点 Hallelujah 保罗一直敢诡异病 甚至他的手帕 放在人的身上 人家的病得医治 如果保罗自己都是 巴拿巴 你今天代替我奖了 我刚刚又吐血了 或者说巴拿巴 你扶我一把 我连讲台上都没有 力气站上去 然后下面的那些病人 会有信心领受医治吗 看看保罗这样子 我先走了 所以不可能说 保罗一直有一个 长期的疾病 然后神为了让他谦卑 所以这是不正确的解禁 所以保罗是健康的 所以人们看到他的时候 人们有信心 领受这个医治 王威姊妹之所以 能够在哈尔滨 带出那么多的神迹奇事 因为他本身 就是一个神迹奇事 很多绝症病人 看到他 我有戏 对不对 很多人说话 你才六十斤都可以好起来 我这虽然患个什么病 但我至少还有八十斤 我还有希望 我还有希望 他本身就是能激励人的 神会让你做一些事工 但他一定会先抬举你 让你去做这个事工的 平约社牧师讲恩典 虽然有人反对 假如你到他的教会一看 三十五个人聚会 你对这个恩典没信心了 虽然他没有追求人数 但是上帝 有给他人数 给他抬举 给他辉煌 你别忘了 很多人是先看外在的 人家震撼了 无数人得意志得释放 这么荣耀的事工 这样的影响力 真的影响了一个国家 上帝大大的使用它 人们对恩典有信心 因为那么多年讲恩典 他的教会已经结出了果子 你的果子 人们已经看到了 哈雷路亚 荣耀归给耶稣 赞美耶稣 如果你认为 这个说服力还不够 你认为这个刺 不是指的人的骚扰和搅扰 你认为这样的一个论点 还不够 那最后一节经文 我们的同工圣产预备一下 最后一节经文 我让你来看一下 我用圣经来解释圣经 好吗 我们来看 明书记33章55节 记得有一个解经方法 叫以经解经 敞若你们不敢出那地的居民 所溶流的居民 就闭住你们眼中的赤 泪下的荆棘 也闭在你们所住的地上 饶害你们 所以以色列百姓 没有把那些敌人全赶出去 所以呢 他们就成了眼中的赤 泪下的荆棘 保罗说 有赤一直在嚼扰我 就是人对他的嚼扰 不是指的是疾病 OK 荣耀归给耶稣 好吗 好 我们一起来领受圣餐 我说从上一周开始 我们的每一场聚会 我们要来领受圣餐 拿这瓶来 主耶稣 这是你的身体 为我掰开 因耶稣受的鞭伤 我得医治 因耶稣受的刑法 我得平安 我领受耶稣的身体 我领受耶稣的身体 感谢耶稣 感谢耶稣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一起来领受 举起手中的杯 一起说耶稣 这是你的保血 为我流出 使我罪得赦免 我现在领受你的保血 我宣告 在基督里 我已不被定罪 我已不被定罪 我已罪得赦免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一切领受 我来敬拜你生命 好主 敬拜你生命 好主 因为你生命 只要为你生命 只要领受 至高配得赞美 我来敬拜你生命 我来敬拜你生命 好主 敬拜你生命 好主 因为你生命 只高配的赞美 我来荣耀的生命 主 荣耀的生命 主 以为的生命 只高配的赞美 我来荣耀的生命 主 荣耀的生命 主 以为的生命 只高配的赞美 我来荣耀 我来荣耀的生命 主 荣耀的生命 主 荣耀的生命 主 以为的生命 只高配的赞美 我来荣耀的生命 主 荣耀的生命 主 荣耀的生命 主 以为的生命 只高配的赞美 我来荣耀的生命 我来荣耀的生命 主 荣耀的生命 主 荣耀的生命 主 荣耀的生命 是高配的赞美 我来荣耀的生命 主 荣耀的生命 只高配的赞美 我来荣耀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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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高配的赞美 最大的掌声荣耀归给耶稣 哈雷路亚 赞美耶稣 哈雷路亚 赞美祂 神要在你的生命中 赐下更大的祝福 哈雷路亚 祂每一天用祂的话语 来塑造你 教导你 让你行在祂的旨意当中 感谢耶稣 谢谢圣灵 开启你的真理 显明在我们的面前 主啊 谢谢你祝福每一个人 主啊 你的圣灵 来带领每一个人 这一生走这个义路 行在你的旨意里面 谢谢主带领我们 今天晚上的聚会 主耶稣也祝福 在大屏幕面前 看视频 听录音 所有各个牧区的家人 成都的家人 上帝要祝福你们 好吗 我们上海花桥的家人 上帝要祝福你们 各个牧区的家人 上帝要祝福你们 现在更大的祝福 要临到所有 看这个视频 听录音的人 主啊 你现在你的灵 来触摸他们 虽然他们 没有来到现场 但现在你就在那个现场 虽然我没有报道 所有的地方的名字 但耶稣你知道 所有的每个地方 一起来敬拜你 领受你的话语 圣灵你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 你的恩膏运行在 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今天晚上这个时刻 生命中所有的捆绑 要得到释放 所有的锁链 在这一刻已经脱落了 奉耶稣的名脱落了 哈雷路亚 荣耀赞美 归给耶稣哈雷路亚 保守每个人平安的回家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